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捅了这么大的楼子之后 国防部没有最瞎 只有更瞎 不但一路撒谎 而且没有检疫 竟然就让官兵就地解散 放大架去之后 已经有人确诊了 结果要把这些官兵们抠回来 要集中隔离检疫 竟然约在什么地方呢 分别约在十所学校校园的这个门口 其中这个台中医中还就位于商圈里头 去过台中医中的人都知道 在台中医中这个门前 永远都是这样车水马龙的 所以呢这个一开始呢 这个国防部呢 本来还叫这些弟兄们 进到校园里头去集合 校方知道之后吓坏了 当场就把他们驱赶出去 你说在船上如果资讯不透明 资讯不及时也就算了 在台湾怎么会连这样的防疫概念都没有 所以国防部的作为呢 实在事前事后呢 都让人非常的这个傻眼 而这个现在呢 这个也因为这些官兵到处爬爬灶 有很多的民众真的非常紧张 所以大家都觉得我去过这些地方的人 有陆陆续续有些民众觉得 我是不是出现了疑似的症状 那1922的这个防疫专线呢 更是爆天亮 被这个民众给打爆电话了 那甚至呢 最新的就是台南市跟宜兰县政府呢 甚至表示呢 未来如果这个确诊人数增加的话 不排除要封城耶 有这么严重吗 好另外呢 就是今天的这个疫情的这个记者会呢 国防部并没有派员出席 国防部的说法是呢 他们是有更重要的大事要去办 可是呢也有人质疑 是不敢来这个疫情记者会吗 但是呢更瞎更离谱的 还有这个人啊 国民党的立委廖国栋 在立法院呢 他居然说 要买一千六百万的豪宅 可不可以拿纾困 coupon券来买呢 现在是怎样 是来乱的吗 这些人可以停止了吗 好先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资深媒舔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资深媒舔郑佩芬 大家好 民进党立委林郡县 各位观众好 熊枪科医师黄轩 大家好 资深政人记者王世奇 大家好 资深媒舔郑冬豪 大家好 好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这个磐石件的这个后续 确实已经造成了 各地民众是人心惶惶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现在防疫搞出了 这个大破口呢 最新的就是 海军敦目舰队 就是磐石件上呢 现在有至少27个人确诊 而他们的足迹呢 遍布超过了13个县市 近百个公共场合 那在昨天为止 24例总共接触的人 就有255个人 是亲密接触的 现在这些人 都在陆续的安排 裁检当中 那今天呢 高雄市长韩国瑜是说呢 这个高雄有9个人出现了 这个疑似的症状 现在也正在 这个进行裁检当中 那其他各个县市的 这个确诊个案的足迹呢 也都公布了 那民众呢 是打爆了 1922的这个防疫专线 半天就冲进来 4万通电话 创下了防疫专线的 这个新高 而且打进来的电话呢 是平常的5到9倍 就可以知道呢 民众现在的这个心情 那地点公布之后呢 我们就来看 后续陆陆续续 有很多的 这个很瞎的 这个事件传出来 向北部呢 就有确诊的官兵 到回转这个寿司店呢 跟女朋友去吃寿司 就网友就说惨了 病毒也跟着回转了 然后呢 在屏东呢 则是有这个确诊的官兵呢 跟这个拉贝呢 因为行车纠纷 爆发了口角啊 既然吵架 口水当然会乱喷啊 据说双方还一路 骂进了派出所 现在呢 这个派出所要消毒了 结果老阿伯跟远警 全部都要被隔离 还有呢 这个官兵 因为他遗失了身份证 所以呢 他就到高雄的 某个派出所去报案 现在呢 八名远警全部隔离 据说有一名远警呢 还出现了这个疑似的 这个症状 现在也要进行裁检 那还有这个台南 有一名女子 逛完了这个百货公司之后呢 胸闷跟肚子痛 看新闻呢 才知道呢 他跟确诊的海军 这个足迹是相近的 他说他觉得好崩溃啊 然后当然这个疑心病就来了 会不会也染疫了 那现在呢 大家也都在想 现在军舰的感染源 真的很难找 所以要怎么样厘清感染源 外交部说呢 三月份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怀疑 是不是在帛琉被感染的 外交部都说 三月份帛琉 曾经传出一起疑似的病例 可是帛琉的卫生部呢 这个有点不满 就发声明说 在帛琉感染的可能性很低 这应该是你们自己 在舰上群聚感染的吧 好那疫情指挥中心的发言人 庄仁祥说 针对五位曾经发烧的 这些官兵来进行抽血 那当中三个人有抗体 会做全体的这个协议检查 而且这一次事件呢 其实已经进入了次波感染 后续的潜伏期 他认为个案还会陆续的来发病 那事情大调了 好最近呢 大家都在国防部长参谋 总长到哪里去了 而且呢这个部长陈时中 其实呢 虽然扛下了这个重任 这个当这个挡箭牌 可是部长其实心里 也有他的忧虑 他说呢 这个以前 他自己当兵的时候 吃坏东西都不敢讲 因为什么怕被排挤 所以他担心军中的风气 可能会导致下情无法上达 他拿自身的经验出来讲 他的忧心 所以他呼吁说呢 官兵们只要诚实以对 国家都会来保护你的 可是呢 为什么部长会有这样的忧虑 我们就看到呢 这个今天凌晨的时候呢 这一位前舰长张靖 就跳出来呢 直播大骂 还标骂三字经 要三军统帅不要忘记 官兵们是因为执行 敦目远训才染病的 如果总长在军机失事之后 都可以授勋给他后葬盖国旗 那染病的官兵 你要不要更积极的去整治他 大家不要再去检讨 为什么要去执行这个任务了 不过大家在检讨的是 为什么要把他们放大架 在没有检疫的情况之下 好 另外呢 这个敦目的这个支队长 还有这个磐石号的这个舰长 还有义官 因为之前大家都质疑 你为什么都是派那个副部长 次长他们出来讲 所以现在他们决定 最快时间点就是周三 他们要在立法院视讯来背询 但是呢 这个是防疫的这个过程当中 结果之后 军方让人最傻眼的是 你说舰上官兵不知道就算了 人在台湾 好 他们都下了这个船之后 现在有确诊了 所以军方要紧急的召回官兵 来采捡隔离 结果竟然选在十所校园的 这个校园里头跟门口 而且当中一个就是台中一中 台中一中这个一中 商宣大家都知道 这边人潮非常的多 所以校方吓坏了 因为本来他们还要进到 校园里面去集合 校方当场就驱赶了 真的很丢脸 怎么这种防疫观念都没有 另外呢 还有防疫楼栋 有医护人员爆料 说随建出国的国军弟兄 健保卡竟然没有显示出旅游史 所以他们一下飞机去看病 也让医护人员暴露在 这个危险当中 不过问一下这个学尾 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状况 尤其是这个国防部就被质疑 为什么大家现在对这个事情 会那么生气 因为国防部一路 就是他从事情发生之后的态度 数字一改再改 然后这个说法一变再变 大家当然会觉得你在说谎啊 我觉得我们这个国防部 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的军令系统跟军政系统 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对 军机何在 这个看起来荡然无存 我们整个这个从头到尾 国防部就是状况外 我们不是讲说我们要防疫体系 整个要跨部会吗 对 大家都有责嘛 不是说你军队你国防部 就在整个防疫体系之外 你是独立单位吗 还是说你是太上皇 你可以不听从这个整个防疫 指挥体系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这件事情 不要开玩笑嘛 所有的事情现在都推给陈时中 对不对 今天记者会防疫记者会 国安部没派人来 你说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拜托 上个礼拜发生的事情 到现在都几天了 对不对 上个礼拜五 礼拜六 这个都已经爆出来 到今天为止 礼拜礼拜二了 好几天的时间 你口径一致没有 你到底查清楚没有 拜托我这拍查吗 还是你中间有人阻挠 就像那个高雄市刷疫调 有九十几个人说 上级没有指示我不接受疫调 那你怎样 你现在是怎样 军人到这个服从不是天职吗 你要讲说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我们以前当兵的时候 常常都这样听嘛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那你现在口令下了没 动作做了没嘛 为什么你可以当作一个 在整个防疫的体系之中 你就可以单独成为一个破口 而且更扯的是国防部 你海军司令部也一样 对这件事情从头到尾 一直隐匿疫情 每次都要人家挤牙膏 挤一点你讲一点 挤一点你讲一点 你看吧 现在查出来说 之前不是讲说71个人 人次在船战口出现生病 去接受那个医官治疗 或者是检查 现在要爆出来说226人次 148个人有出现症状 不管你什么症状 所以百度天还是蜡蜡蜡 还是什么 青菜 反正你看你就是隐匿疫情 这个数字就不对 而且等到最后你国防部 召集这些人说 你还要叫我回家处理 对不对 对 竟然在台中一宗不在乎 那一宗商圈就在旁边 台中一宗都是私生一堆人 这个真的很扯 你在那里把我集合 整天在那里有戴口罩吗 像之前国防部 你连那个军队里面 一天发多少个口罩 你都不在意 你到底有多少现役军人 你配发几个口罩 你都没在注意 你今天你跟我说 还有那个前舰长出来 他在那里塞是在那里塞 你跟我说 对不对 他说执行与 那个敦目远训染病 总长在军事室可以受薰 可以干什么 现在不是在说不帮他治疗 对啊 昨天陈志东部长在记者会里面 讲得很清楚啊 你要诚实一对啊 你讲出来之后 我们国家会保护你 会治疗你 我在这个节目上也讲过多少次 找发现找治疗嘛 现在是重点是 你在隐匿疫情啊 你看钻石公主号回来送 我们国家就好好治疗你嘛 只要我们知道那个状况 以前那个钻石 讲到钻石公主号就真的起死了 只会有嘴巴讲别人 都不晓得要反省自己 那时候钻石公主号 在日本不是说就地解散 人家至少下来还有一次裁剪 你那个敦目舰队 你那个磐石号下来说 你裁剪了没 你通报了没 整天就把牙牙牙出去了 那现在好造成你看 21万人收到细胞简讯 这些人每日中日 人心惶惶 走到哪里吃饭 你到底在哪里喝咖啡 你到底在哪里 现在还有很多小吃店 人家就跟我讲说 那些小吃店怎么办 对不对 你阿兵哥二十几岁年轻人 下来之后下船之后 你以前做兵过也知道 别说一个月啦 你关他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你放出去之后 他就要赶快放风嘛 对不对 更恐怖的是 陈时中部长说 这些年轻人都褐蝶蝶 就是因为褐蝶蝶这么恐怖 褐蝶蝶蝶在他体内的病毒 散出来的更严重嘛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褐蝶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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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你从头到尾 国民那个国防部 到现在 你连出来面对的勇气都没有 我昨天在节目里面呼吁 不是副部长就是副司令 那你正的主观在哪里 好啦现在视讯 要求他用视讯出来讲 你当然要说清楚讲明白啊 对不对 我们以前一直骂说 中国大陆引力疫情 造成全世界的那个疫情 那你现在国防部引力疫情 造成台湾的疫情 如果崩溃的话 这样要怎样 像富城 对不对 所以就跟你讲说不要 差别待遇 对这种疫情防疫的东西的话 我们要一视同仁 而且还这几天发生这么多案子 你看 去吃个那个旋转寿司 他就告诉你说现在病 病毒到底旋转到哪里去 对不对 有够小的对不对 那去跟他同样去吃饭的人 如果去吃到 好那接下来你看那个屏东 确诊的那个阿兵哥 就跟那个老伯 行车纠纷 插中 下来两个人口角 你就已经确诊了 你自己不知道 你就这样一直骂破口大骂 骂到老伯 现在要居家隔离 警员也是啊 警察来了警察还没戴口罩 那些远警来处理就要怎样 对不对 还有那个去跑去那个什么高雄 他身份证疑师 要去补办身份证 跟你接洽的人也有事 那个台南的那个女子去逛 摆货公司做他的胸闷肚子痛 对不对 他想到说 现在变成说 现在哪里疼疼疼疼疼 或是腿疼疼疼 他也想说是不是 跟他在街道上 所以就跟你讲说 这种人心惶惶造成这样的恐慌 造成这样的社会资源 的那个崩溃的话 你觉得国防部 不需要出来面对讲清楚吗 所以就跟你讲说 现在一堆人还在告诉你说 国防部其实啊 他有难言之隐 我跟你讲 在疫情之下 哪有什么难言之隐 你告诉我 难道有什么东西 比我们防疫 比抗疫 更重大的事情吗 还有人跟我讲说 哎那个 磐石剑 他出去是要去 参加什么密讯 所以他的机密 他不能够告诉你 你不能逼他 既然是机密 他就不会告诉你 现在有什么机密 难道要反攻大陆吗 对不对 靠一艘磐石剑 他在那个补给船 去给我反攻大陆 就是人 而且我跟你讲 磐石剑就是补给船 他的攻击力没有那么强 所以你在密讯 到底在密讯什么 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 好啦那现在好 那个刘志斌 对不对 还有那个黄曙光 现在你要密讯啊 跟立法院啊 对不对 你要用视讯会议 要讲出来 我告诉你 到时候你现在重诊 今天记者会 你没来就算了 这么多天 你口径还没有 还没喬好声 但是我是跟你说 到时候 老百姓不会放过你们 说实在话 你今天再不好好的面对 把这些事情讲清楚的话 哎 你八十七来 还想骗老师傅 对不对 到时候你以为 老百姓前台湾 男生这么多的话 你看这几天光多少人跟我 私讯很多事情 每个人当过兵的都知道嘛 连陈思忠部长都讲了嘛 对不对 贾坏坏坏我不跟他说 为什么 以前在军队就这样啊 你还如果害 全连兄弟 全排的兄弟 或全班啊 一个班里面 我跟你讲 你如果害这个班 被禁价的话 我跟你说 你留在营区里面 你就每天都过五光 过不完 对不对 从早上打到晚上 所以跟你讲说 隐匿疫情 现在这种军 已经都几年了 现在什么情况之下 你难道下情还不能上达吗 有什么事情 还不能讲出来吗 难道真的要全军崩溃 战力崩溃之后 你才要去调查 我跟你讲 那时候就为时已晚了 不过问他这个时期啦 这一次的国防部 已经够幸福了 为什么 他碰到一个陈时中耶 碰到一个温暖的部长 大家为什么信任他 因为他就事论事嘛 你看像这个事情 他就跟你讲说 我以前的经验 我在军中的这个感觉 所以他也知道这些官兵 万一我现在 我现在讲 就害大家被隔离 后来我不是无废 我不是被大家骂死吗 害大家都不能去休假 所以他了解官兵的心情 所以他才讲说 你们只要诚实以对 国家都会保护你 可是这个说法 其实也是说给国防部听的 你们当初如果诚实以对 这些官兵 我们都会保护他呀 结果你也让这些官兵 失去了一个被提前保护的一个机会 好现在 现在所有的这个 大家都讲人心惶惶 然后所以现在 我们现在才要积极的去场 还有 为什么一开始 你就推给这个防疫中心 我出去的时候 我有跟防疫中心讲 就回来之后才知道 你根本讲都没有讲 你一路在这样的一个推卸责任 今天是还好有一个部长 挺在那里 我平常心讲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说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全台的人 因为他创下台湾 有史以来最高 单天确诊的那个 那个数字 24个大家都 哇天哪 搞什么东西 没有想到 我们大家努力了这么久 然后经过这样的惊涛骇浪 最后破口竟然是出现在国防部 没有想到我们大家努力了 但是他们努力了这么久 然后经过这样的惊涛骇浪 最后破口竟然是出现在国防部 所以那个生气啦 埋怨啦指责啦 通通都倒向了国防部 可是这时候真的还好 又陈时中 是不是 为什么 是因为 是因为总统 因为 总统召集了相关人等来开会 当然包括了卫福部 包括了国防部 还包括了一些 行政院的相关部会 以及这些幕僚们 所有人都在抱怨国防部 搞什么东西啊 真的啊 就是大家都会觉得 心里面的那个怨气啊 就是 为什么不早点讲 为什么不诚实 为什么 就是疑问很多 对 可是只有陈时中喔 因为他讲话 有一种平稳的性格 那陈时中就不断的在提醒大家说 他认为理解最重要啦 他知道军方里头的文化 所以理解要去取代那个责备 才会有助于异调 陈时中的在会议当中 不断的告诉 对 现在问题来了 那如果大家一直追究说 你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问题 到底是谁制造这个问题 其实无际于 现在我们面对的状况 所以现在对于陈时中 对于这个指挥小组来说 最重要的事情是 好 现在出现问题了 我们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那所以他把重点放在 我们现在大家一起解决这个问题上面 那我觉得他就把那个重点 画得非常清楚 那陈时中在 据说在会议当中也分得很清楚 就是第一个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 在防疫方面我们要做什么事 第二 在军中文化方面 我们应该做什么事 也就是说你看看陈时中 都累得半死 多久没休假 他要帮你们想这些解决的办法 我真的觉得很不忍心啊 那所以 现在的状况就是说 国防部 为什么你们连搜集自己内部的资料 都可以搜集的哩哩啦啦 对 你为什么左手会打右手 你为什么每一次出来讲话的人 都可以前言不对后语 这个是大家社会不懂的地方 到底有没有戴口罩 有 啪打脸 对 到底有几个人看病 七十几个 啪打脸 148个 所以这些状况能不能够在内部里面做出一个比较清楚一点的整理之后 你再出来对社会报告 这对于社会来说 会有比较强的信任度跟这个信赖感 可是你完全没有啊 所以所有的对于国防的国军的信任度 是被你们自己给打破的 是毁在你们自己手上的 这个是你们责无旁贷应该要去面对的问题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那陈思忠 据说在会议当中他一直很扼晚 他也没有责备国防部哦 他觉得扼晚的地方是说 当这个船已经回来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多做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就是把舰上的看病看诊的状况 能够先通报CDC 可能引发的更大的这个社区的传播等等的问题 要堵在那个前面嘛 因为我们的CDC一直都是想方设法先堵在前面 我们就不用处理后面分支出去的 一大堆的可能的状况嘛 他很扼晚说 如果当时可以多做这样一个程序 我们现在就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恐慌 那所以就发了二十几万人的细胞简讯 提醒大家说 到了这些地方的人可能要 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的状况 所以其实我觉得过去我们有那个船 这个观光的船的 这个我们也曾经发过细胞简讯 然后还有这些这个廉价的时候 亲密廉价也发过细胞简讯 其实我们经过了几次危机之后 事后证明说 还好我们都有惊无险的度过了这些危机 也就是说大家要谨慎以对 但是不用恐慌到说 啊好可怕好可怕 我是不是得我是不是染病了 我要赶快去去检验 我觉得先冷静下来 观察自己的做自我健康管理 看看自己的体温身体状况有没有不舒服 不用一开始的时候就就下 把自己下的一塌糊涂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作为领袖的人 就责任很重要不管是中央的领袖 或者是地方的领袖 譬如说地方的指挥官 高雄你在那边讲疑似 是疑似什么啦 你没有确诊你在公布什么啦 你讲疑似的状况越来越多的时候 是不是会造成高雄市民更高的恐慌 哎呦他疑似耶 哎呦会不会今天9个疑似 明天28个疑似 你不可以再增加大家的恐慌 你要做的是一个确实的数据 确实的疫调嘛 不过我们讲讲这个责任政治 问一下东豪啦 有些责任当然要追究啊 捅了一个这么大的娄子 平良心讲你要怪这些官兵不合理啊 我在舰上躲已经这么久了 我躲那么久没有回到这个台湾的土地上 我现在好不容易放下 我当然冲出去啊 问题怎么会在他们呢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我是不是确诊啊 问题在把他们放出去的人啊 你有检疫吗 你连检疫都没有 而且你们在船上的人会不知道 有这么多人去求诊看病吗 这怎么可能 而且最离谱的是 这个国防部在事后 好现在出现官兵确诊的 爬爬罩要把他抠回来 你怎么会集合的地点在校园啊 这个会害死多少人 你怎么会国防部你连 你人在台湾你连 这样的防疫概念都没有 你不要讲到处爬爬罩了 你还到校园里头 这什么状况 这什么概念啊 你讲的校园是台中一中 那个一中间那里 还有十所学校耶 其实你那么知道说 你看国防部队这个处理啊 非常有趣啊 就是或者让你觉得非常好笑 因为那一天呢 为什么要到台中一中门口 就是已经收到 紧急召回的命令 所以这些人要 必须要到一个定点 而且他们知道说 要通知这些官兵 就你不要搭乘大众捷运 不要搭乘大众交通的工具 所以你一定会通知他 也要戴口罩嘛 对 因为你那个时候 你把时间回缩到当天的时候 你不知道 我如果没 如果我有个印象 本来当天陈时中 他们是希望白天 就把这些人召回 但是他们作业上的关系 他们必须要拖到晚上 然后你把它放在台中一中门口 那个地方人蛮多的 对啊 所以你选择 你知道 你已经知道这是要防疫的 然后你选择地点 选择这样子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你回来看这些 责任这件事情 我绝对跑不掉 因为很多事情 现在最后是要靠疫调去厘清 那比如说东目支队这一次 三艘军舰 你到目前为止 你看到很集中在磐石 对 其实有些事情 我们可能都要花点时间看 比如说帛琉到底 是不是因为在帛琉 因为你现在资讯慢慢越来越清楚 我们的康定 也就是我们的拉法业的 这个战舰 当时是直接靠岸的 那磐石运捕舰 它体系比较大 它是搭乘接驳船在靠岸的 好像非常有趣 如果是帛琉 康定跟岳飞 这两艘战舰都没有 都没事啊 到目前没有病例 那集中在这个磐石舰 所以原因是什么 这个你要找出来 可是从14号晚上一直到15号 这些人放出去的 你就会造成人心惶惶 所以责任这件事情上 你很容易判断 这是第一个责任 而且没到15号 为什么14号 可以放100多个人出去啊 因为 老百姓如果被隔离 老百姓能够提前出去吗 他们这14号就满了30天 所以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 就是我们的防疫系统里面 国防部到底被纳编 到的程度是怎么样 包括 包括其实提外话 就刚才讲到的一般士官兵 有一段时间是要用自己的健保卡 然后这批 这批 这托木支队的士官兵 他的健保卡是没有 是你看不出他有出海记录的 像这个都是 但是这一块倒是属于事后 纳入可以纳入做检讨 因为这涉及到法规 法规修订的问题 好 但是你整个把它回过来看 就是说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那六天 也就是说14号 简单讲就是14号跟15号 如果你做了检疫 真正的检疫 而不是说 因为我先听到的说法 听到的说法 当时是由海军的高雄的军医院 上传做的 那他们其实主要的动作是搜取证明 就是一个签署文件 然后体温到底有没有确实量 但是我们现在也知道 这个病毒不一定有发烧的症状 也就是你看得出来 那个程序完全有问题 好 他说那个自主健康管理表 关面自己填 对 所以这个就是很麻烦 你说我那么讲 我在看这次的国防部来讲 就拿国防部长颜德发来讲 你知道过去从921开始 一路提到台湾有发生灾难 颜德发是出了名的救灾将军 可是呢 这一次在防疫这件事情上 你看看得到国防部处理得非常的糟 为什么 因为讯息没办法一次讲清楚 就好像刚才实体讲的 口罩的事情没有讲清楚 然后到底是有多少人就诊 军医局的数字居然又错 你知道我昨天晚上 应该讲是今天凌晨12点的时候 看到国防部的网站 把那个军文社的新闻稿贴出来 你才知道不是70个人看病 一共是148个人去看病 好 所以这一段 你能不能讲 这一段既然他能够留下 很明确很清楚的就诊记录 理论上他就不应该隐匿 因为就诊记录没有错嘛 对啊 可是你为什么从 从到底多少人看病 你会拖了三天 你才现在才考清楚 对 然后呢也不能在第一时间讲 为什么第一时间讲清楚 老百姓才会相信你 在台湾大多数 我们很不要讲大多数 好像我想四十岁以上的人 当兵应该都有两年 甚至有一些朋友 可能你服役的时候 搞不好你还抽到三年兵 我们对军中这一套 讲不好听一点人 形式主义大家都有 都有过经验 所以国防部本来他还有一个机会 可以把事情好好讲清楚 讲清楚你才会有信任 可是因为一再讲不清楚 你就失去了信任 到现在你就算讲清楚人家 对他信任都很 折扣都很低 我们对军中这一套 讲不好听一点人 形式主义大家都有 都有过经验 所以国防部本来他还有一个机会 可以把事情好好讲清楚 讲清楚你才会有信任 可是因为一再讲不清楚 你就失去了信任 到现在你就算讲清楚 对他信任都很折扣都很低 更何况明天立委要用视讯 对 如果明天 那么讲 如果明天出车 国防部怎么办 你知道那个压力 那个救责压力就会更大 对 可是最好的时机他已经错过了 所以你看到国防部今天没有派人出来 就希望 讲白了 我会猜他明 就是要准备明天立法院的考试嘛 希望至少你明天你不要被人 你不要被他考倒 如果明天再考倒 说实在 延德法过去的救灾将军的这些 这些称呼都没有用 那根本不要讲到那个那个参谋中长黄曙光了 那一卸下来 老共三不五十就在台湾上空飞来飞去 他的船三不五十就会来台湾外海落 为什么刚才还要讲岳飞跟康定 这两艘就是又被派出 他才刚回来还没休息完 还在六天观察自主管理 他又被派出去执行任务 你说你在看整个国防我们的军方来讲 他一方面可以有岳飞舰 可以有康定舰 这样子可以继续执行任务的能力 可是同时你也看到有磐石舰这样群聚感染 然后一塌糊涂的状况 他同时存在 所以国防部是自己自己把自己搞砸的 但是我为什么还是要讲一句话 我们的军方没有那么糟 可是从这次的从管理到应变 是一塌糊涂 所以对蔡英文总统想想这个压力会很大 因为最后最后会把压力都会投射在他身上 你知道这个就暴露出国防部长期以来的问题 这个绝对不会是一天一夕造成的 但是我还是要问一下这个医生 这个疫情指挥中心的发言人 庄仁祥是讲说这个 现在这个船上已经验出了三个人是有抗体的 至少到目前为止 那这一次的事情已经进入了这个次波的感染 后续的潜伏期个案会陆续发病 那不管是李明寅医师也好 或者是这个黄立明医师也好 认为说在这个船舰上的感染人数 恐怕会高到三到四成 有会这么高吗 是的 我们如果你们记得那时候在钻石公主号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一直在讲说 这些人不应该在那个船里面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链书 我们知道船这么大型的船 绝对不是一个隔离的好地方 因为他船军舰也好大船也好 人家有做过研究了 因为他发现到说九零年代的时候 发现到为什么有这群的藏了出去 有一大堆都会得病回来 他去研究原来这些人的空间很窄小 他们不会有社交安全距离的 所以这些人你叫他们去隔离 他们也隔离不了 所以钻石公主号 为什么有三千七百个人 然后七百个人得的确诊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 真的是不是一个很好能够隔离的地方 还不用紧 还有第二人家有去研究过 如果是这个大型的群记的时候 一千两千三千五六百万 五六百个的人群聚在那个军舰里面 或是大游船里面 这些人如果有一个人得到流感病毒 那我告诉你们 你之前所说的李教授 或是黄教授他们讲的 都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有读过书 这些人只要出去以后 大概他们会有次坡到第四坡的互相传染 因为传出去不会一天的 传出去是一天两天十天二十天三十天 全部大家都在一起 所以他们在交互传染的时候 会有二代到三代到四代 更不用紧告诉你 尤其这次的病毒就是这么拽 他要找谁啊 找年轻有为立状活泼乱跳 因为这些就是他们最喜欢的 无症状 轻症状 然后有症状还会啪啪燥 不觉得是身体胃会受到伤害 这是病毒是最喜欢他们的 可是我告诉你 这一次这一次 不是从我们这个海军 法国的海军 美国的海军 这一次全世界海军 永远都会想到以前他们说 防疫如同作战 这次作战的敌人是看不到 他们永远都不知道说 原来这一次原来我们都会说 断航 断机 断什么 你们从来没有想到说 这些海军 这些军舰 这些大游轮 他们去每个国家 是不是相当于出国 出国回来都不用检疫 这很奇怪 这是一个蛮奇怪的概念 这个概念是不应该有这样子的 不过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这一次为什么国防部的这个表现实在让人民是难以信任 因为现在还好我们的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是可以掌握到绝大部分的情况 可是这一次看起来 我们既然发出24万个简讯 就知道事情有多么的严重 你看4月15号海军参谋长到立法院来备讯的时候 为什么刷脊摇高 当时的凹一支海角已经进行检疫了 还告诉大家健康都没有问题 好 这样回答立委 所以这些官兵没有筛检就已经放行了 然后4月18号的时候 海军副司令梅加树 还告诉大家官兵有 全程都戴口罩 结果我们自己的帛六大使在脸书上 之前就po了照片就狠狠打脸 官兵哪一个戴口罩 另外国防部也说 舰上的官兵有 我们每天都有一片口罩给他 所以出访期间 我们提供了34000多片的口罩 可是算一算 三艘舰总共744个人 如果每个人每天要一片口罩 其实要4万多片口罩 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啦 因为这个在舰上 这个空间非常的拥挤 还有每天生活在一起 戴口罩未必有用 但这个重点是在 有没有说谎的问题 另外呢 按照这个 昨天这个军医局 到立法院所提出的报告里头 说初期只找到了70个人 71人次的这个就诊记录 在一艘军舰上 这个多少人次 多少人来就诊 有这么难查吗 后来呢 到了这个今天最新消息 再一次实施清查 原来就诊人数有148人 而且呢 多达226人次呢 都有向船上的这个衣冠 来求诊 好 另外呢我们来看 这个是在这个国防部 这个离谱的部分 另外他们离不离谱 韩国瑜 然后今天特别开的记者会 说呢他们去调查了 做了异调 说744位的这官兵里头 有350位呢 这个洛吉在高雄 昨天讲出来是170多了 后来他们查之后呢 说有28个查不到资料 没有接电话的有92位 资料错误的有17位 最后愿意配合议调的是121位 可是拒绝做议调的有92位 所以希望指挥中心协调 中央地方联手呢 这才是唯一的这个正确道路 不过今天部长陈时中呢 就是论事的说 这个议调确实是地方政府的这个职权 所以呢他已经下令 全力配合这件事情 但是韩国瑜这句话呢 他说五一廉价呢 要来临他开始担心五一廉价了 叫这个中央流行这个中心 赶快给他们答案 说呢你到底要不要放假 你要赶快跟我们讲 让这个高市府提早部署 那就算这个不放假 你不用提早部署嘛 另外呢 这个也 因为很多人都说韩国瑜是利用 这一次这个疫情 希望能够来操作 他的这个罢韩不要过关 是不是这样 就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高雄市的副市长呢 李四川做了一件事情 他特别跑到爱河的支流 幸福川这边呢 去视察 说要指示加速清淤作业 因为这边已经被骂翻了 400多天 长期飘臭 结果呢 这个里长很不满 说韩国瑜上任483天以来 他跟李明不断的反映 这个幸福川变色又变臭 打了1999也没有人来 现在弄到要上新闻了 市府才有人来关心 可怜啊 还说李四川为了韩国瑜 面临罢名的危机 竟然把市府本来就在做 也应该要做的事情 搞了这么一场 视察的这个工程 这么大厂的这个记者会来作秀 还要水利局通知沿岸的里长来出席 他说请问 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哈 好那回到这个疫情 这个人更离谱了 我们现在要发现金纾困啊 结果呢 国民党的这个立委廖国栋 竟然在立法院说 那要买一千六百万的房子 我可不可以用纾困的铺棚券啊 结果我们的这个 这个经济部长受不了 好这个不是在这 不是这钱 不是让你来资产的 好不 这些人到底是活在什么时空啊 好但是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 今天韩国瑜有一件事情 备受批评 就是他提前告诉大家说 我们这一天来 这个去访查 他们这些官兵经过这个阻击 发现有九个人有疑似症状 疑似症状需要提前讲吗 好但是呢 关于疫调的事情 我们也来听听部长陈时中 怎么回应 就是说在疫调 这是一个 等于是执行公务的行为 我们希望要相关 具有公权力的公务人员去执行 那我跟他们有沟通过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 用电话去做疫调 恐怕会有一些衍生其他的问题 所以跟高官司讲说 他们要去做疫调的话 那就相关的一个疫调的公务人员去 那我也请集中检疫所的 跟他们做配合 好就问一下这个郡县 今天这个韩国瑜 大张旗鼓告诉大家 那个在高雄我们发现有九个疑似的 这个案例疑似 好像听起来非常的严重 是有确诊吗 那为什么要这样讲 那大家都在质疑这个说法 当然在疫调的部分 今天陈时中部长说 确实中央跟地方是要配合的 所以他已经下令说 这个部分他们会积极的这个来做 那另外就是在国防部的 这段时间的这个表现 大家最重要的还是 包括了你放假那一天 你梯子有没有放 你都搞不清楚 这到底是什么状况 国防部的说法就是每天都不一样 对 一个人一个版本 我看很多网友的留言都是写不意外 然后大家的经验分享 在部队其实男生大部分都当过兵 大家都很了解军方那一套 军方的效率和能力 很多人反而在留言下面 大概都是颇有同感 其实台湾的男生大部分都大学 离开校园进入部队 那时候年轻人都 那个年纪都还很单纯 所以很多心灵很纯洁的年轻人到部队里面 都把他的第一次 什么资料造假 隐瞒真相给的军方 都在军方学 台湾的部队确实有很多的问题 那这一次 因为这个已经不是你军方自己的事情 你让疫情扩散 这就是会危害到 整个国家人民的安全 对大家在乎的是这个 那你说军方的办事能力很差吗 那我看也那也不会很笨啊 你知道我们的规定是说 如果你30天内到过国外的港口 那回到台湾的港口 你要隔离14天 对 所以军方的船 盘石舰是第26天他就到台湾了 他如果那时候直接一靠岸 隔离14天 也许事情就不会这么麻烦 但是他很聪明啊 他选择在船上不下船 再待5天 那就超过30天了 等于31天 他是30天有到过国外港口回来 要隔离14天 那他26天到 在船上再多待一个5天 就是超过30天 所以他下船就不必隔离前 你说军方笨吗 很聪明啊 5天还14天 他把船子停在外海 所以他军方有这么讲喔 他说回来我们还有再多待6天 那这样他等于闪过这个规定 然后他下船就直接大家拍手解散回家 非常糟糕 太可恶了 那你说他笨不会啊 这个时候投机取巧 他头脑就很精明 但现在问题很麻烦 出事了 刚刚各位提到的说 到底在航行的过程 有没有官兵就身体不舒服 一开始不是说有70几个人就医吗 在船上有找军医嘛 船医嘛 这不是随便讲的 他是军医局给立委的资料 送给国会的正式资料 结果才只差一天公布一倍 原来是140几个 怎么可能这种数字会搞错啊 百思不解 你是随便算的 你是正式文献资料给国会 对 都出这种疲论 后来还发个新闻稿 说只有70几个 原来真相是一倍 140几个人 那军方最早之前说 在船上啊 有啦 他说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没有通报 他说因为那些身体不舒服的 都是因为晕船 对 后来发现晕船只有六十几个 62个 62次就诊是因为晕船 全部就诊次数是226 那里面各式各样身体不舒服都有 其中最严重的是发烧 发烧五个人 大家知道现在发烧是最敏感的 对啊 到任何地方都会量你的体温 对 这个时候你不能感冒 你感冒身体一发烧 什么地方都不能去 对真的 你连高铁都不能坐火车不能 你到时候要自己开车骑车 对 然后你不是说你船出去了以后 台湾还发生五万肺炎疫情 你说你不是很清楚 这个五万肺炎疫情 传的全世界大家 紧张兮兮的 对于发烧 这个是绝对敏感的 对 竟然他完全没有处理 也没有通报 所以他回来 第26天到台湾 聪明的不靠岸 赏臂隔离14天 就等下船上多待个五六天 然后下船直接解散 这个是军方最不可原谅 然后他完全没有掌握状况 所以才会 不过这个也是标准的军方 军方大概就是这样子 而且在立委面前敢睁眼说瞎话 你看那个官都多大 随便都是一两三个星星 对啊 什么海军的参谋长 海军的副司令 国防部的副部长 每个讲的都不一样 对 那这样啊 这就是军方 所以这是对这一次对我们防疫 最严重的一次考验 就是这一次 对 因为这些阿兵又下船以后 黑白走 真的是哇跳跳 年轻人体力充沛 第一个一定会找异性朋友 而且那么久没放假了 第二个什么怪事都发生了 对 还有在路边骂阿伯 那这个事也发生 连这种事也发生 怎么会发生呢 吃日本料理别的不去 跑去吃回转寿司 对啊 这这么多不幸巧的事情 通通在这个时候出现 对 对台湾是很大的考验 对 陈思忠部长讲的很好啦 就是你要坦白讲国家保护你 但是每一个人都要保护自己 对 这个时候真的你只能保护你自己 如果像这样的扩散的话 陈思忠是说他很紧张 对 我是有点悲观了 这个就是会社区感染 你这样一扩散那还得了 因为你记得那时候刘世芳说 在那个里长跟他讲 他们看到阿兵哥跑跑 是没有戴口罩 然后就是你刚才讲的 跟阿伯吵架 不是发生擦撞那个 也都没有戴口罩 阿伯也没戴口罩 警察也没戴口罩 阿兵哥也没戴口罩 通通都没有 这个不恐怖吗 对 而且这个时候 偏偏就发生这种 这么奇怪的事情 对啊 那阿伯说你摩托车大声 他要停下来 给他喷个口水 你看 这个多惨的一件事情 那这样 所以 所以我觉得 如果因为我们这么 就军方这个事情 让我们辛辛苦苦 台湾撑到现在 对 全世界楷模的防疫 如果就这样破功 我真的是觉得很不甘愿 而且你挑战我们 台湾人的骄傲 开玩笑 不晓得是不是军方 这种所谓的暴喜不报忧 隐瞒真相 这个是很坏的一个传统 对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看到 美国那个罗斯福尔 那个舰长拔掉 哦 他就是因为 他是没有隐匿 对 他整个整套军舰感染很严重 那舰长还没靠港就拔掉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反正就是 能撑就撑 能混就混 被抓到再说了 这很不好的一个 很不好的一个 金光的一个传统 所以现在这个事情 就会被高度政治化 嗯哼 有人就骂国外部 当然就顺便骂到 骂到执政党 骂到民进党 对 千万不能因为这样去抹杀 所有防疫人员的辛苦 对 好 那同时这个你看一下 韩国瑜立刻把握这个机会嘛 哎呀 不过这一次高雄真的要特别小心 真的是重灾区 因为这700多位的官兵 有一半的户籍是舍来高雄 对 那他们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会在高雄活动 这个确实要注意 但是高雄市政府就跟中央抱怨说有的人不接受疫调 这个事情也需要向中央求援嘛 好好 这样都要跟中央请求援助嘛 你有公权力啊 法律有授权你啊 这些人没有权力拒绝疫调啊 你可以用强制力啊 对 你地方有警察有 有医生有卫生局的官员 这本来就可以做的啊 怎么可以让他拒绝 而且他说我可以中法30万 那你干嘛还要刻意去提到陈时中中央的地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是千万不要有政治的谋计算里面 中央地方大家一起合作 这一次可以说是对我们整个防疫最严格考验就这几天 我看就接下来这10天 不过问一下这个佩芬姐啦 韩国瑜因为已经有不少这个自身媒体他们的频段就说 韩国瑜就在定用这一波在操作啊 但昨天有来宾认为说韩国瑜怕啦 现在疫情不能在这个高雄真的爆发开来啊 不然他的这个罢免案更是这个雪上加霜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时间点我们在谈现金纾困 廖国栋国民党的立委居然说 那既然要纾困那纾困库棚卷可不可以来买1600万的房子 这个这是哪招 为什么他们想的跟人家都不一样 还有这一次军方你认为最严重的问题在哪里 那事实上我觉得海军事实上他原来的制度是真的很漂亮 所以在几次大战中间你都可以看到海军的表现 可是这一次的海军那些将领们的表现真的荒腔走板 那我想这些年来我们常常听到那个军中的人士 升迁还有训练还有他的纪律好像都成了问题 所以我想他里面的人士互相倾炸 你看几个副司令讲话 事实上都没有完全沟通一下自己讲自己的 每个人讲出来都不一样 怎么会这样子啊 所以换句话就是他们自己互相根本就不太沟通 也不太来往 可能就是人士的那个纠结 而且你知道这个抢的升迁人士 所以我觉得那个问题真的很大 那刚刚学伟特别提到 就是军令跟军政你到底在搞什么东西 然后那个新的那个蔡莫总长到现在 大家没看到他人在哪里 被隔离 不是 但是他有跟蔡英文去开会 好 另外一个就是说 当这个海军全世界走 因为他全世界走 所以你看各个国家都是军舰上的官兵染到这种病境 法国的戴高乐号 美国的那个四少航空母舰全部染疫 所以只有船上的官兵比较容易有这种问题 而且他在海上一搞搞很久 那另外就是船上那个军衣 我想那个中卫军衣大概肢力很浅 而且那个敏感度不够 你知道吗 你记不记得第一天的时候 人家讲的时候 有个海军将领说 在船上头痛根本是很家常便饭 没错 他那个说法没错 你知道海军有个将领叫李密之 李密之将军很有名 你知道他在他的回忆录里面 他自己说 他说我在海军服役四十年 只有四年没有婚船 因为那四年还在海军官校练书 后来 后来三十六年都在婚船 但是海军婚船是很正常 但是这个当口疫病这个传成这样的时候 已经不是光头昏 他还有发烧还有头痛还有腹泻 所以我觉得那个中卫衣官可能敏感度真的是不够 肢力可能也比较浅 所以才会有这种问题 而且磐石号那个设备真的很好 如果说你真的有状况的话 在那边就可以就地就可以医治 对 那个负压病房 它上面还有X光机 对 负压病房 什么都齐全 而且你看起来真的漂亮 那个设施完全 住医疗设备最好的 下面疫情最严重 对 全部都是很好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国防部一定 所以男女的立委都在检讨 我觉得很正常 因为实在有够离谱 而且你看一下来搞成这样一个大破口 然后这些人满街走 然后弄了九十几个地方 都是这个热区 你知道每个人都大概都收到资讯 看起来真的很恐怖啊 那你在想这个好不容易守到今天 你搞一个这么大的破口 如果还有刚刚医生们讲的 还有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的话 那不是前面都前功尽弃 我觉得由军方惹出这种问题来 真的是有点蠢 而且这些将领显然没有那个 跟社会脱节太久 完全没有概念 你跑到这个学校前面去集合之类的 跑到校园 这实在是有够离谱 所以我觉得这些军人 他的训练可能真的要再加强 我觉得他的训练都有问题 而且一直到他们把这些人 尽量要集合到校园 然后一起再走的时候 你才会惊觉说天啊 原来他跟社会居然是如此隔绝 他几乎完全没有讯息的概念 我跟你讲 军方的训练真的是这样 不止海军 海陆空都一样 他那个思想 我笑他们是思想 什么 思想很那个叫做 Congrui是不是 对 完全没有办法这个融会贯通 他训练就是那样 中规中矩 四平八达 四平八稳的 你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跟想法 所以那个东西是很问题 那今天的社会 已经跟以前不一样 对 所以今天如果说 台湾的官兵 是不是还要照这个样子下去 我觉得是有点离谱 而且佩芬姐 你讲那个一关的问题 坦白说一关在那个船上 也许他们有时候说 他们通讯不通 也许他的资讯 不是那么的透明或者及时 问题是 你们在台湾的人呢 你下船的时候 是台湾的这个国防部这边的人 你们要决定 不是船舰上的人吧 其实小兵没有概念 决定要不要放他们走 其实小兵没概念 我觉得很正常 但是作为一个舰长 你真的要有一点尝试 你知道吗 当然你知道 他生活起居 跟小兵不在一起 他连吃饭都在他的舰长室 所以小兵是在下面 所以生活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那个阶级非常明显 可是问题是 你舰长至少在 在发号施令的时候 要讲清楚 要给这些小兵一些训事 还有他还有此司令官 还有指挥官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这整个船 你要出门的时候 在过去你知道 有时候我们出国采访 那个安全官都会跟我们说 到哪里要小心哪些东西 那你开始敦目舰队 要出航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也有一些 这种训诫 就是说现在是什么时候 大家在外面这个生活 要减点或者之类的 那你说口罩 你知道那个18万官兵 你一天只给他17万口罩 我不相信那个船上 有三万套口罩 因为他是这样说 没有人去检讨 他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多口罩 而如果真的有口罩的话 小兵是不是分得到 不知道 还是那些长官们 已经都在那边用 这个也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那些 都是不太透明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 刚刚讲到那个廖国栋 我觉得讲那个什么 coupon圈区 1600万的房子 我觉得他是无理取道 这个人其实蛮资深的立委 他怎么会讲这种话 我觉得有点奇怪 头脑不清楚 你知道我觉得 现在在野党的 这些国民党的立委 常常是为了发言而发言 如果他不发言 他好像就被人家忘了 廖国栋以前常常 也在打架 可是他这一次好像 没有表现 所以我觉得 他在这个时候去发言 我就是为了发言而发言 而且这个经济部长 讲的没错 我们给你现金纾困 他们不是来给你置产的 对耶 你怎么会想到去买 1600万的房子 而且你coupon 也不会发到1600万嘛 扯到爆了 大不了5000块 不得了的coupon圈 不可能有1600万 我觉得这种人 根本是无理取闹 而且他还讲说 这也叫振兴经济啊 买房子也是振兴经济啊 扯到哪去啦 买房 我们听经济不是这样的 很多人连房租都交不起 你知道吗 是啊 连生活费都没有的时候 你去买1600万的房子 这个叫做 这个真的是无理取闹 我觉得根本就 该被淘汰的人 那另外就是韩国瑜 当然有人说 他可能借着这一次疫情 可以翻转他的反罢韩 我不觉得耶 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 我不觉得 因为在说李四川 在这个时候借机去做个秀 去搞这个东西 当然你说李四川 他们当然要救他 因为如果他真的被罢免 这些人全部就回家吃自己的 因为所有的政务官都得走 所以他们一定要这个设法帮他 但是你设法帮他做一个好市长 不是用这种做秀 被人家一眼就看清楚的 而且你事实上很多的规划 比如说他今天刚刚委员有讲 你说这个有90几个 不愿意回答你的问题 可是你是市长 你当然可以授权警察也好 安全官也好去叫他回答 甚至你可以跟海军联络 因为军区就在他的高雄市 他当然有那个权 你知道他几军团 通通在那里 你就是跟他讲说 你们这些人有这样的问题 就应该出来接受疫调 但是我觉得陈时中也是蛮可怜的 你知道吗 他真的是个老实人 还记得前一阵子大家说要把他的位阶提升 我觉得从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出来 他真的没办法去指挥军方 所以你军方应该派一个军医局 有一个人常住在他的这个CDC 然后有任何状况的话 军方的反应是什么 军方的情况是什么 可以立刻反应给他 因为他现在他没办法去直接打电话到军中去给总司令 给这个什么国防部长 或者给那个参谋总长 他真的没有那样 因为他曾经没有高到那个程度 那所以当初说把他提升到行政院长的话就可以指挥 但是你现在至少可以拜一个军检局的人 常住在那边 如果说尤其这个时候 不要说什么他有更重要的事 你有再重要的事 你也可以指派一个人到CDC去作证 回答问题 而不是说我今天就不去 结果他们说是CDC叫他们不用去 我觉得那个是错误的 就是应该有一个人住在那边 特别是如果大家讲 还有后面二波三波四波的话 当然有军方的人要在那边接受这个 随时随地的接受问答这样子 对 我觉得现在整个都乱掉 那国防部也好 军方也好 搞到今天这个样子 不是这个蔡英文讲的要诚实 她是三军总统帅 而且这个训练纪律根本出了问题 对 所以这个问题是从头到头要检讨 那个已经烂成一团了 不过问一下这个学伟 部长虽然讲说对啦 疫调是这个地方的这个政府职权 他也特别提醒韩国瑜 不要用打电话做疫调 可能会有这个其他的这个突发的这个状况 他反而不建议这样 那除了韩国瑜的这个动作之外 他真的打从心里会觉得 借由这个疫情 他有办法来翻转这个被罢免的这个命运吗 韩国瑜有可能这样想吗 然后另外又说像这个大家现在都在讲 到底这艘船是在哪里被染疫的 有可能在帛琉吗 那昨天其实有资深媒体就有质疑啊 说帛琉 其实帛琉现在那个五光十色啊 还有人讲说最出名的就是按摩店啊 那这些官兵去到底有没有怎么样 以国防部一下来 就把官兵放大架的情况来看 他们去帛琉你管得了他们吗 那有可能是这样吗 其实帛琉现在的夜生活 真的是多彩多姿啦 那个酒吧什么按摩店一堆啦 而且很多都是大陆女子在那边当服务生啦 到底有没有私底下做那些交易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赵少康拍桌说他相信官兵绝对不可能 不可能 对啊 那我们要相信官兵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你在酒吧里面喝酒咧 对不对 而且按摩咧 跟按摩小姐聊天 纯按摩 全部住在旅馆里面 对啊 也是自己接触啊 所以跟你讲说很奇怪的就是说 你现在去的话是康定跟磐石两条线 两艘舰都有靠岸嘛对不对 都有进去嘛 就是官兵都有进去嘛 都住在那个帛琉嘛 那你现在疫调为什么疫调 要不要查一下帛琉 这个要查清楚呢 对 你现在不能甩锅说帛琉把病毒带回来 那病毒 那个帛琉今天也讲啊 我们这边根本就零确诊啊 搞不好以后帛琉如果爆发什么疫情的话 就说你台湾带来的 那我们跟帛琉是不是又邦交又出 出现问题 真的要小心啊 都已经没有几国了 拜托你们好不好 讲话之前想清楚嘛 所以就跟你讲说 你今天要不要疫调 要不要讲清楚说 你这些康定跟磐石的官兵 你吓到帛琉之后 你晚上都跑去哪里啊 要好好查一下 我不是说干什么 我说去酒吧喝酒跳舞啊 对不对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这个疫调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跟你讲说 我不愿意接受疫调啊 我会怕嘛对不对 人家说以前说什么 啊我们军队管得多元 我跟你说 严冠府出狗材 严白府出阿里布丹 就是因为你每次都讲 用那种形式上的态度 去告诉官兵说你不能怎样 不能怎样 否则要严惩 刚刚我不是讲过 陈时中不能讲吗 连拉肚子都不敢讲啊 回去如果被整个班 晚上甘布地 甘棉被 所以就跟你讲说这个 很多人都要讲说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究责跟猎屋啊 很多人都把他混合一谈 就说你们这种一直在讲都是在猎屋 对 我跟你讲我们现在是究责 猎屋是什么 是把你讲出来把你搞臭把你弄臭嘛 那究责是什么 你今天整个国防部这么大的一个体系 捅出这么大一个楼子对不对 对 那你今天国防部到底到新年为止 我就讲了嘛已经五六天了呢 你到底连一个口径都没有办法 一致给国民医一个交代啊 对 所以你说你今天到底这个责任到底谁要扛 对不对 刚开始甩给我给小兵 说那个小兵确诊 三个小兵确诊 他没有通报 对 小兵没通报他都已经去看病 后来说丢给医官 医官不行这样 我讲难听一点啦 今天如果是当过兵都知道嘛 那个医官你觉得他说医学院刚毕业啊 对不对 顶多中卫嘛 顶多少卫或中卫嘛 那你觉得你要他有多少经验 对 而且我昨天讲说 你医官只是说我简单的 他有时候他应该要判定 对 他可能要告诉你 你又没有注明嘛 你在一个船舰上 二十几个年轻人 大家都外跳跳的时候 忽然跟人家说我发生 那你就要警觉性啊 那不是流感 就是武汉肺炎嘛 这个时候二十几岁的人发烧 那你难道不用警觉性 你有没有通报 有没有跟上面的讲 那你今天有那个舰长指挥官 你看到这些事情的话 你有没有做一些适当的处置 对 对不对 那为什么你上次通报 还是说你通报上去之后 我们也学人家甩锅盖牌 对 对不对 上面人都叫你说你今天要盖牌 不能讲 所以就跟你讲说今天这个 我一直在讲说陈时中部长 我前几年才讲说陈时中部长 真的很辛苦 包括那天那个周志浩 那个那个 你看七十几个人连夜要裁剪 你说这些人他有责任心 他整晚都没睡 第二天应付记者会 看一堆资料 所以你国王部长 国王部的这些长官 你能不能将心比心 你能不能有一个人 把所有的资料全部都看完 再去跟你的长官做一些报告 你都会整 不要每个人出来 每个人讲的话都不一样嘛 三公四落 所以刚才实习讲了 今天没有来参加记者会也好 不然你来参加记者会 又多出一种说法的话 那不就又吃了啦 到底你是在冲什么玩具 所以就跟你讲说 这个很明显 这一次国王部 在这一次的疫情防疫指挥中心 的那个角色 你会发现他真的是状况外 他没有办法在整个防疫体系里面 他成为一个独立单位 所以我之前就讲过说 今天陈时中部长坐在这边 他可以安老百姓的心 安国民的心 那大家要当他的后盾 那你政治人物也要当他的后盾 所以你那个指挥中心 已经一起开设之后 你今天是不是要把陈时中的位阶提高 不用像佩芬姐刚才讲的说到行政院长 那你至少要副院长嘛 对不对 我才可以统筹这个所有的内阁部会 不然你怕国王部说你卫副部长 我国王部怎么变大呢 对不对 反正我国王部比你更大的 所以我干嘛听你的 对不对 如果内政部长说 跳出来说我天下第一大部 我根本就不想甩你的话 那你内政很多问题的话 你下面的警政单位 消防单位 那你怎么去统筹 怎么去指挥 所以就跟你讲说这个是 全部都是问题 那你今天在这个问题上的话 大家看到这个问题 我就跟你讲说很多人还跑来跟我讲说 现在最主要的是要先处理疫情 先不要究责 我很想跟这些人讲说 处理疫情 你说要把伤害降到最低 对不对 现在赶快处理疫情 把伤害降到最低 问题是疫情处理疫调的话 是防疫指挥中心的事 干你国王部屁事啊 对不对 你国王部到底尽了什么力 所以我现在就责 所谓就责是这样 我现在至少要拔一两个关 对不对 我把这个绊脚石先搬开啊 你今天还在阻瞒 为什么从头到尾 疫情到现在不透明 对 你连一个磐石剑的染疫状况 整个处理状况 你到现在都还是三公四漏 对不对 所以就跟你讲说 现在你说不要就责 难道要把它盖住吗 盖了等疫情过了 这件事情处理完了之后 大家又不去了 能升官的继续升官 对不对 那个什么 退伍的退休的 赶快去造领他的退休金 是不是这样 所以就跟你讲说 不要相怨 对 这个时候该就责就就责 军令如山 对不对 尤其大家一直在讲说 什么抗疫 什么嗜同作战 大家都嘴巴会讲 嗜同作战 挣钱倒戈 那不就枪毙掉算了 对不对 我还没有讲到这么严重 对不对 我只是说就责而已 所以就跟你讲说 不要在那边遮掩 所以大家最近很 我很长很长看到一个字 叫做布 有没有 国防布 你要有标题又尖尖 那个布 有没有 那你到底要盖到什么时候 对 好了那我们再讲回来 那个韩国瑜说 人家讲说 他这次处理这个疫情 搞不好他会翻身 我讲一句三个字 想太多 对不对 你从今天开始 疫情爆发到目前为止 你高雄市做了什么疫情处理 人家今天有出来开记者会 对啊开记者会 那你告诉我 你怎么处理 你怎么应变嘛 之前那个金巴黎 冲啊 你金巴黎 那是你的功劳吗 当然不是 那你处理了什么 而且这一次好 这是考验政要开始 对不对 你现在这一次这个磐石剑 有很多官兵对不对 有350岁射击在你高雄市 可是他不一定藏住 他住在这边 他涉及 有时候他退伍了 他户籍还没牵走 有可能啦我不知道 所以这些人是不是在你左营地区趴趴走 那我有没有看到你左营 哎左营现在这个地区的话 很多老百姓很多商家 嗯 他现在感觉上他一直要呼救说 我这个左营到底怎么样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商家到现在 跟老百姓他觉得这个住户会觉得 人心惶惶 你高雄市做了什么嘛 对不对 你你去处理 你第一时间有怎样 有啦你说你公布那个疫调 那个疫调说实在是指挥中心给你的 不是你高雄市去做的 对 那你现在说有90几个人 那你要不要赶快 不接受的话 你要不要赶快做一些应变措施 你不要每天开直播嘛 我就跟你讲说 你把开直播的时间去开防疫会议 告诉下面分工应该要怎么去做 怎么去处理 尽快动作快一点好不好 昨天新北市才做了一个那个什么疫情的那个整个推 整个推 冰推嘛 对对 冰期推演 他告诉你说我们还有几阶段要干什么 包括你的食物啦 对对你的那个老百姓的那个什么公输 什么需要怎么样的话 还有你通行外面要禁足 全部他都有想到了 你高雄市想到哪一点 所以就跟你讲说你这个是啊 你看你那个爱河 有没有 今天人家就讲到臭的钥匙 那个臭不是今天才讲的 已经讲多久了 讲了半年了吧 臭了四百多天 对啊我就跟你说 之前我们不是在讲说那个好像是什么 什么什么珍珠奶茶 什么乱七八糟一大堆 爱河以前是有一阵子是多漂亮啊 对 那你当了市长之后你有沒有处理 爱河是高雄象征嘛 你提到高雄大家会想到什么 不会想到爱情摩天伦啦 你想太多了 现在只会想到爱河 你爱河如果是一个门面 你要凑成这样 张成这样你也不去处理的话 你告诉我你在高雄市 我就跟你讲说 一个学生期中考期末考 就是你市政 还或者你市议会 你都不去参加的话 你还指望说你的老师 你的受购老师给你欧帕 对不对 你还希望说高雄市民说 不要罢免你 我还是回归那句话 想太多 对对 还有那个廖国栋 刚才我就想到廖国栋 真的是 你看难怪国民党会一直一直 我就跟你讲 他的同温层 就是当你买家的阶级哦 对不对 你拿库蓬券才多少钱 你跟他碰到哪里去 你会碰一间房子 还想说拿这个库蓬券 我要去买一千六百万的房子 你这台湾人的生活水平 你要不要去查查看 老百姓的收入 老百姓的财富的话 他的水平线是在哪里 对不对 而且纾困的库蓬 到底是要给谁用 他到底搞不搞得清楚 现在这个纾困 我就告诉你说这个纾困 要振兴方案的 告诉你这些东西是要干嘛 他是有目的的发放嘛 我就跟你讲说纾困 是救急也要救穷 对 你救急又救穷的人 可以去买房子 对不对 所以你们就混不住了嘛 对不对 那你今天拿一千六百万 我就跟你讲 你怎么会去想到说 人家你接到的电话 都是告诉你说 我要拿库蓬券去买房子 那你有没有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 骂他说 这个时候还买房子 你这么有钱 还要来拿库蓬券 过来蹭 真的 所以我就跟你讲嘛 包括那个李莱希也是嘛 对不对 你每天收入无余啊 你退休金啊 他每个月发到十万啊 这样很爽 对不对 你只会一天到晚在那边讲口罩 对不对 一直要发现金 我那天就跟你讲嘛 他发了现金之后 可以买七千两百个口罩嘛 你可以带到明年 带到后年 带一辈子 对 七千两百个口罩 而且你那些现金拿来做 你加油钱的话 还可以开车跑去高雄买口罩 所以就跟你说你看这一群人 他想的就是这些东西 对不对 他的生活周遭就是告诉你说 我只想着要买房 你有没有想到 立法委员 拜托委员 你有没有想到现在老百姓 多少人是在生活边缘 对不对 很多人都在跟我讲说 他们现在没有工作 商家也停起来 没有收入的话 政府可以不可以快一点想办法 给他们一些纾困 对 大家是还在想再怎么活下去 对 你是想他要自产 所以就跟你讲说 你这种立法委员 欸 台中选的嘛 对不对 你的选民有看清楚吗 还是说廖国栋这次不分区 原住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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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选区你看看清楚 你选出来的 而且原住民 我跟你讲 原住民的选民 台湾原住民一直都是弱势 所以打电话给他的绝对不是原住民嘛 对不对 不就是什么什么 拒整个山头的 台湾应该现在没有这种的 对 所以我再跟你讲 选民看清楚 你算出来这种立法委员的素质是这样 不过这个问一下这个明杰 其实这一次大家很感慨的 就是有个很强烈的对比 你看这一次的这个疫情指挥中心 他的纪律严明 居然比我们的国防部 比我们的军方还要好那么多 每天这样子在工作不休息 然后做到打瞌睡 结果看起来居然比我们的这个国防部 比我们的军人表现了 还要这个精力充沛 这到底是什么状况 然后国防部还可以一再的出包 而且其实这两天 有这个不少媒体人在那边协巡谁 协巡国防部长 协巡这个参谋总长 说为什么疫情发生之后人不见了 就算隔离不能视讯吗 那这种协巡有没有道理 如果就了解参谋总长跟海军司令刘志斌 两个人是因为他有在捷训的时候 有参加跟舰上官兵有接触嘛 所以他自主隔离嘛 那另外国防部长我就不晓得 为什么延德发没有出来 那当然一个是因为我们看到这几天是军政副部长张哲平 因为他副部长他主管军医局 他这一个军政体系 所以他应该是军方的这个疫情防控小组的 可能是着急的 没有去问 可能是这个原因 但是延德发当然应该要出来 那事实上这两天国防外交委员会 他们明天早上就会排一个会 那特别是还找了这个所谓的敦牧的支队长 那还有这个舰上的中卫医官要做视讯 那理论上来讲如果说事实上也可以 既然是自主管理 那理论上应该包含总长跟海军司令也可以参与这个视讯 但是现在安排的怎么样我们不知道 那只是说回过头来这两天 因为昨天谈了一轮之后 今天因为昨天半夜我才看到国防部的新闻稿 真的是只能说傻眼两个字 就是说你这个这样子一改再改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 包含一件上这个官兵就诊的这个记录 你连就诊记录数字都可以改 对这个外界怎么样去相信你 那我后来我大概思考一下 厘清一下 我觉得就是说这一次有几个症结点 大概谈一下可能要去调查 我们就先回到这个磐石键 键上来讲 磐石键键上后来看他这个二十六人次的这个就诊记录 这个时间很长 那当然有一个多月 那那这样的一个数字中间还包含有这个发烧头痛的流鼻水的 那那那各种的疑似可能都是感染症状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好这样的记录事实上 连我们一般老百姓看都会觉得有点异常 那我要我想必须要去查的地方 就是说今天这个舰上的衣冠 这位中衣冠 这样的一个就诊记录 他有没有报给舰队的支队长 因为舰队支队长是这三艘舰出去他的指挥官 他应该要掌握这个这个不要讲疫情健康状况 好那另外也要问的是说那这个支队长 有没有寻战情的系统回报到这个我们自己台湾 因为他们在海外嘛 那有没有回报回来我们的 他们如果军力系统来走的话 他应该是受这个海军有一个叫舰队指挥部的管控 舰队指挥部应该要上报海军司令部 海军司令部应该要上报国防部 这样层层的军令上来之后 基本上如果你都有报上来 基本上国防部是可以掌握的 好那我们看到问题是这段期间 看起来好多立委事实上在他出访 顿目监督出访过程中不断的在询问说 舰上官兵有没有可能有这个染疫的风险 但是你看到国防部的高层的答复 都是说没问题健康都良好 海军参谋长也好 连国防部长也获得这样的资讯 好那这时候我们就不禁要问 这中间的断点在哪里 嗯哼 这一段期间看起来好多立委 事实上在他出访 顿目监督出访过程中 不断的在询问说 舰上官兵有没有可能有 这个染疫的风险 但是你看到国防部的高层的答复 都是说没问题 健康都良好 海军参谋长也好 今天国防部长也获得这样的资讯 好那这时候我们就不禁要问 这中间的断点在哪里 嗯哼 就说你今天一官的这个确诊记录 这不是确诊记录 就是这些诊疗的记录 对那你除了你一官知道之外 支队长知不知道 但看起来事后 如果我的观察 非常有可能是断在支队长这个地方 或者是海军这个地方 因为你看坦白讲 如果今天这个有这个染疫的状况 我也不认为国防部长 他还可以睁眼说一下 或者直接说很健康都没问题 除非那个如果是这样 他明知又顾这样讲 那就是刻意隐瞒了 但是就是说看起来 就是说事实上海军这个状况 有没有报到海军司令部 连他们的副司令出来打的时候 都打的前后不一 我会比较认为倾向可能 这个是在支队舰队上面 是不是就没有把这个异常的状况 回报回来 而且他把它视为说可能 呃不见得是疫情 才会事后这么严重 那如果说你前面的这个通报 过程已经有问题了 那没关系 我要强调是说 就算这个是只有舰队 他支队长的责任 也许不见得衣冠 那支队长一定有责任 但是后头4月14号 国防部跟海军组成的联策小组 登舰的时候 很抱歉 这时候你国防部跟海军就有责任 为什么那是最后一道关卡 你上去连这个联策小组 上去这个查访 这一个衣冠的这个整条记录的时候 我要问的是说 你那时候看到的记录到底是七十一人次 还是两百六十六人次 因为这个很重要 因为后来你在立法院公开的时候 立委询问的时候 军医局他没有讲数字 是立委手头上有一个数据 是说七十人七十一人次求诊 那中间有什么什么 可是不说这个是军医局的报告吗 对那问题是说 好如果你在那个时间点 军医局拿的是这个数字的话 那怎么还会有两百六十六的 那也就是说舰队上面 真正有两百六十六的数字 没有到他手中 所以后头这个为什么 昨天蔡总统震怒之后 其实我觉得每次军方我们真的很无奈 不管哪一个蓝绿执政都一样 都是三军统帅震怒之后 他们才会好像真的开始认真来处理事情 那这一次也是昨天震怒之后 昨天半夜新闻稿就出来了 所以就有新的这个数据出来 我是觉得说 这个应该才是真实的数据 但是国防副的说法是说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他的这个新闻稿说法是说 因为这个医官他被隔离 那被隔离他的本来他的 在船舱里面的那个区域是感染区域 所以要消毒 那第一时间没有找到相关的 这个全部的诊疗数据 那事后消毒完了之后 再去找才发现有这个 我觉得这个也太勉强了 这个人家听不下去了 这个听得下去吗 说得通吗 所以我就说 因为不断的在找理由跟借口 跟托词的结果 会让人家会认为说 的确你好像有什么隐瞒的动作 这你军方不能怪外界在质疑 所以这两个地方 我觉得要去查 就是说这个可以查出来说 可能真正不管他是恶意的 或者是不是刻意的 或者是说 因为譬如说 这当然牵扯到另外层面了 因为这有民进党立委提到说 这次去是不是机密任务 那假设我们不晓得 就是说如果真的是机密任务的话 那舰队会不会是 会不会是在某个压力之下 他为了要达成这个任务 或怎么样我们不知道 那这个数据通报过程中 是不是有受到这些影响 我们不知道 他的误判或者是研判错误 这我不晓得 但是所以这这两个断点 我觉得一定要去查 那回过头来就是说 我觉得这一次 就算是机密任务去 我觉得你可以把防疫做好 基本上回来是建功 你同时兼顾国家安全 又同时兼顾官兵的 这一个健康 但是很不幸就是说 今天的确防疫是非常困难的 大家都要很辛苦 那你今天就即便 就是说今天舰上已经染疫了 染疫之后 事实上你如果说警觉性够高 或者我刚刚讲 这通报军令系统一路是顺畅 那你至少还有一个 可以提早做危机处理的一个 一个前置的空间 但是我们很疑然是说事后 连他们自己内部这几道防线 都被都自己是不是被人家突破 也不是被病毒突破 是自己就开了漏洞给人家出去 所以导致说后来 这个危机处理的过程中 事实上第一时间也没讲清楚 这是更糟的 前面你风险评估 你已经低估了病毒的威胁 等等之类的 那后头中间过程的这个风险管理 就是说你如果有疫情 又没有特别小心通报 这好多的这个疏失跟漏洞 一层一层一层发生 那最后一道关卡 又没有把他守紧 所以导致说这样的疫情 变成说变成一个破口 进入台湾 那导致社会大众都大都很恐慌 那这造成的这社会代价 当然很大 如果你这几道关卡都守好 事实上你是有这个弥补 这个避免他造成危机的这个可能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不断的在讲说到 去找他的这一个责任跟疏失 特别是我觉得这个支队长的责任 是跑不掉的 因为你今天坦白讲 我我是个人 我比较不愿意去苛责官兵 因为像这个也有人在讲说 我们这个男生当过兵的到部队 大家都这个本来还有点头脑的 都变得好像有点笨 为什么你要适应那环境 不要想太多 长官命令一个动作就是 你就去贯彻命令 那所以他们就长官说什么 他们就怎么样 但是不管你整个舰队的人头脑都不清楚 那你支队长将军一定要头脑清楚 因为你是一个指挥官 只要你的命令够清楚 能够贯彻的话 下面就可以做得很好 那你如果说你 连你这个自己头脑都不清楚的话 这就很麻烦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他一定 这个责任一定要去厘清 那特别是将军没那么好干 在军中很风光 有权就有责 所以你今天干到这些所谓 将官的这个层级 也不要去怪外界说 为什么都在救你们在管理阶层的责任 你权力那么大 因为都你可以做决定的事情 所以责任当然相对重大 你肩上的这些星星 这是国家给你 这个不是说好看的 让你耍威风用的 所以当然责任很重大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 最后我觉得这个事情一定要尽快把它调查清楚 水落石出 然后把这个漏洞补起来 因为我们现在还有每天在海上都有军舰在巡防 那特别是最近中共的这个挑衅的动作很多 当然我觉得战备上不能因为这样的一个防疫缺口 也同样出现漏洞 这是我觉得这一次为什么大家要一定这个要加大这个压力 要求军方要尽快去把这个漏洞弥补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这个问一下这个郡线韩国瑜现在是不是真的靠跟中央搞对抗这一招 希望能够度过罢免的危机 他真的打从心里这样讲吗 可是今天国际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 也是要问一下这个郡线 大家也很关心这个真的更会搞对抗的金小胖 今天传出来他开刀之后 天哪可能恼死啊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今天其实世界各国的反应都很奇妙 这个美国呢就在CNN 因为CNN讲说他是官方来的消息 突然把他撤下来说 这个我们要再谨慎一点 而不是否认这个新闻哦 然后美国方面出奇的安静 然后接下来是谁呢 那个南韩是讲说 我们没有接受到这样的一个讯息 那大家也怀疑说 以南韩的角度来讲 我们没有接受到这个讯息 他当然不希望乱嘛 很多人这样揣测 是不是这样子 还有一个 现在跳出来讲最大声是中国 中国说金小胖没事 完全没事 为什么不是北韩出来讲啊 就这个国家 像他这样的资讯 外界根本你看不到 那更引力了 指明猜测啦 报导他大概可能命尾也是从几个迹象去研判 对 他这几年胖了40公斤 对 不过也不容易哦 他那么年轻可以胖了40公斤 对啊 然后他就是说经常有一阵子都会消失 对 然后这么重要的太阳节 虽然他死无前例没有出现 对 然后没有出来 大家现在全世界在疫情这么吃紧 对 几乎都是五万肺炎的新闻 突然间全世界都在关注金小胖到底还活着吗 对啊 都没有人在担心那几个帮他动手术的北韩医生下场 哈哈哈 真的 不过还好我们都活在一个透明的民主自由的世界 真的 真的如果各位可以想一想身为台湾人 你以现在来看的话真的是中了生命的头奖 真的 台湾不仅有民主自由 你看防御我们也做了这么好 就差这一件 这一件我们一定要克服 对 所以如果你对韩国瑜的罢免 还有疑问还有犹豫 你再看看韩国瑜今天那个讲话 他竟然连那个疫调啊 都要跟防疫中心来求救 对 这个事情你都做不好 疫调是你地方政府要去执行的嘛 对 所谓联合防疫中心他就是一个大佬 他就是负责规划指挥 他定出一个方向 然后实际去执行 当然是地方政府 资料不对要去找就去找啊 拒绝疫调就去抓人啊 对 这种事情还要跟 那那个联合防疫中心好像是说 我高雄不行了你来帮我嘛 所以如果对于罢免要不要投票 还有疑问的 我看这就会更确定 对 然后高雄市政府突然间就积极起来 这个也是人性啊 因为现在面临罢免投票嘛 所以我们今天新闻看了这个幸福川 这个里长说是变色又变臭 对 这本来是无色又无臭 但他变了嘛 就是400多天等不到高雄市政府来处理 那现在副市长听说带了一大票人 官媒体记者就是满满的人 让这个里长有一点受宠落惊 但是这样 其实这样也不错啦 就是说如果你在罢免下台前 还多少做点事情 那总算到最后还是会到高雄市民的头上 高雄防疫做不好 全台湾全国一样受难 这个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 像台南现在市政府就非常积极 该消毒的地方 该处理的地方 该公布的资讯 都在第一时间 我看我看见现在政府的宣传管道 也用一些科学的工具 在社群 在群体里面这样的发放 我觉得大家真的要提高警觉 千万不要让台湾这么辛辛苦苦的防疫成果 就被这样一艘军舰给撞坏了 对 不过问一下这个佩芬姐 今天这个金小胖的消息出来之后 马上登这个热搜第一名 大家真的太好奇了 突然开了一个刀之后 真的是可能这个脑死嘛 然后今天你看南韩的这个股市 消息传出来之后马上跌 跌了之后呢 最妙的是台北的股市跌的 比南韩的股市跌的还多 你怎么看这样的状况 就金小胖这个事情 如果他是真的 未来对于这个 其实对台湾来讲 会不会也有影响 就是美中台的这些之间的关系 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后续 金小胖 我觉得他的问题是 刚刚主持人有说 大家都没声音 结果中国说没事 对 好 如果他今天真的要动心血管手术的话 我认为超刀的人应该是中国的医生 因为他只相信 你知道他对中国有依赖也信任 因为从他富足两代的跟中国的关系 你看他第一次跟那个川普在那个新加坡碰面的时候 他坐的是中国的飞机 他不是坐火车 专列到那边 然后坐他的飞机去 他根本不相信别人 他只相信那个 那事实上 这个金三胖 就说年纪轻轻的 可是他的手很新 还有他的花样之多 对 他从小就在瑞士念书 你看他对他的亲人 兄弟 然后他的姑姑姑这样那种处理的方式 手很辛辣 所以他不太相信很多人 真的六亲不认 所以只有他相信他那个妹妹 对 然后另外就是中国老大哥 那是他 我们常笑那是他干爸爸 所以你看他跟川普在那边 谈来谈去以后 他又跑去中国那边去走一趟 他跟川普碰完面 他又跑到中国去一趟 所以他很多事情 其实他的后面的靠山 我觉得他对中国的信任 远超过任何人 而中共也需要这个一个人 来制衡 他不能在面前跟老美怎样 有这样一个火箭人在前面挡着 三不五十放个飞弹 放个火箭 你把他也没辙 然后你知道现在川普 几乎是讨好他 每次就说我们关系很好 我们又要碰面 就跟没下文 所以他事实上 他就是玩弄在各国之间 以北韩一个那么穷的国家 可以成为世界上知名的政治领袖 他的手腕也很厉害 所以你说他吃胖成那样 我觉得他事实上有点过分 你知道掌权以后 你知道吗 他好吃 然后又有专业人伺候他 所以你看他吃胖成那样 他接这个位置以后 他至少刚刚说胖了几十公斤 绝对有 而且昨天不是还有一个消息 本来昨天还有一个消息说 他为了买一台这个豪车 林车 结果这样转转六个国家 才把这个车运到 在这个疫情当头的时候 运到北韩来 怎么今天突然传出来 他可能老死了 他非常任性 但是你说是不是老死 我不知道 因为现在消息都蛮奇怪 就是说美国是说他的病危 就是生命安全很严重 那然后南韩好像完全没有消息 那我觉得中国 因为抄刀的人 我觉得是中国医生 而老共这一方面 好像本事还蛮大的 你看他那个撞车出事的那个记者 竟然可以把他救回来 这样子 所以我认为 如果他真的有问题的话 抄刀的人应该是中国医生 但是你说是不是可以救回来 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太胖 你知道胖成那个样子 我觉得他走路都蛮吃力 那你说会有心血管疾病 这是很正常的 那如果说心血管疾病的话 那伤到的就是老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蛮大 但是很多这种消息 常常都是就搞不清楚 所以要到最后才能够搞清楚 除非他出来亮相在人前面 就像普京大家说很久不见了 然后跟那个什么中东的石油战争 到现在没搞定 他好像都在幕后 但是这个人到底在哪里不知道 除非他今天亮相 所以这种政治领袖也很辛苦 除非他真的站在人前面说 我还很好这样子 否则的话就蛮危险的 因为北韩到目前为止 他照理说 他才是应该出来讲话的国家吧 目前无声无息在最妙 不过还是问一下医生 今天大家有个疑问 因为对这个北韩来讲 那个太阳节是非常重要的节日 这个金小胖照理说都会去参加 可是今年还没有去 而且呢这么重要节日 他竟然会选在前三天开刀 这个是什么样的状况 有这么急着要开刀 然后呢之前去查那个影片 就在疫情 他们在之前不久前才开了一个疫情会议 这个疫情会议里面金小胖完全没戴口罩 然后大家就在那里开会 而且他应该算是高危险群吧 所以你怎么看这个脑死的讯息 是的 因为我们知道肥胖就是一个危险因子 指挥官都一直在讲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肥胖就是一个危险因子 指挥官都一直在讲这件事情 所以他本身在肥胖 然后其实我刚才看到那个性血管手术 他这么年轻 我想到说我们最近有个隐形也是这么年轻 所以血管的手术就是说有风险 风险完以后确实是会造成一些 脑病变脑缺氧这样子 所以但是是怎么要到什么情况 真的不知道 导致佩芬姐说去会叫中国的医生来 确实是这部分北韩非常相信 依赖中国的医疗技术 他不会叫南韩也不会叫日本 也不会叫美国的医生来嘛 那就中国医生 因为他们很多训练的专科 都是到中国去训练的 所以他们会叫这样子 导致这部分 确实是血管手术本来就是一个 非常高危险的手术 更何况你是肥胖 只是我跟你一样很好奇 明明是那个主要的 主要的那个节日的前三天 忽然去做 那代表上这个紧急发作 才会去做 那不是按照 schedule 里面的 也就是说没有在行程里面的 忽然间发作 然后紧急去执行的 紧急执行 那其实更加危险 因为你按照 schedule 会比较好 一切都很安好 那紧急要会更加危险 所以这部分我们需要 大概这一两个礼拜来看看 他有没有录像走来走去 不然的话我们会 还是会认为这是真实的 因为只是没有公布而已 对 不过要回来 而且为什么是中国出来讲 奇怪不是北韩出来讲 就他们应该自己来说 如果是真的没有 我自己来说就好了 所以这部分应该是 就像说他们蛮依赖他们医疗的这样子 不过问一下这个学位 其实今天有个消息传出来说 就在金小胖开刀之前 他做了一个什么人事的安排呢 就是他妹妹 他妹妹呢 他突然让他去 这个接这个政治局的常委 进入这个政治的这个核心 可见了金小胖对自己的手术 其实他也是没有一个信心的 那还有大家就在质疑说 好 因为今天CNN的这个报道 他会给你乱登吗 他今天就告诉大家 一开始讲说是官方的消息 后来他把这个讯息 临时收回去的时候 他也没有否认 他只说 好 我们只是觉得要 再谨慎的再来发这个新闻 所以你怎么看 调诡的地方 依照目前这个世界各国 现在所有的媒体 要报导出来的话 那金正恩紧急动手术 这应该是事实 问题是有没有命违不知道 可是我说实在 站在我的角度立场 我这辈子真的第一次觉得 金小胖你活着很重要 拜托你 我跟你讲 现在全世界都在为了这个疫情的事情 对不对 而且现在有个亡命之徒 叫做北韩 我跟你讲 北韩他的内外问题 你不要说 之前我们讲说他什么 天人永隔标靶治疗 阴阳隔离 疫情控制的很好 我跟你讲 那个脱北手就已经讲了 北韩早就已经失控了 你知道吗 怎么可能说 你北韩在全世界大家都 都荒乱成这样的话 你北韩怎么可能可能没事 对 还零确诊 对啊 而且你刚才说金小胖之前 他有画面出来吗 他没有戴口罩 我就跟你讲 那个画面是旧画面吗 甚至说是替身吗 对对 所以他刚才当人出来要那个 对不对 很健康 其实我跟你讲金小胖 他们家族里面 全部都有肥胖 慢性病 包括心血管疾病 跟糖尿病 对 你看那个他的祖父金日成 跟他父亲金真日的话 都是因为心肌梗塞 突然就这样就挂了 你知道吗 你看那个他的祖父金日成 跟他父亲金真日的话 都是因为心肌梗塞 突然就这样就挂了 你知道吗 而且你看那个金小胖 他他不是金小胖 他是真的很胖 他身高差不多 才170公分上下 他集中100多公斤 真的 而且你知道吗 他2012年上台之后 你会发现4月15号的太阳节 他从来不缺席 那你今年的太阳节 他竟然还在选择他前几天 又跑去开刀 那我就跟你讲说 那照理来讲的话 他年纪才36岁 如果正常能开心血管疾病的手术 应该是成功率蛮高的 可是他又是全身都毛病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他很尴尬 对不对 那你知道吗 他其实他 他在2019年 他去年年底的时候 你知道他就假的 我们常常看到那个金小胖 哇一下子拿望远镜 还拿颠倒 看那个什么狙几镜 对不对 还说什么 他射击多强 他去年年底的时候 还骑了一匹白马 上长白山 你知道12月的时候 那天气天寒地冻 真的 你对于有糖尿病 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来讲的话 你没事跑去那边干什么 北韩那天气已经很冷了 你还上高山 真的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人家就讲说他去年年底上了长白山之后 他回来身体就一直都不健康 那我为什么觉得说 你小胖现在他的健康 我我我真的很担心你知道吗 他对外的话 你有没有发现大家都封锁他 断他的资源对不对 禁运啊 那你说实在北韩之前就讲说 里面其实饥荒蛮严重的 而且如果现在再加上一些疫情的话 他不像中国大陆说他钱很多 中国大陆是这几年是爆发户 那北韩到现在还是苦哈哈 你苦哈哈不够够够的你知道 所以就跟你讲说他出了这件事情的话 而且你知道吗 他从来没有这么久没有出来过 他唯一一次2014年9月的时候 他省引了四十几天 为什么他的脚踝囊肿去割除啊 那这多少来的消息 所以这次看起来 我们就继续观察 他到底会多久没有出来 可是你知道他除了国内的问题之外 他的接班问题也是很大 像大家讲说金宇正嘛 他妹妹嘛 就是从小跟他去瑞士读书的那一个 跟他感情很好 把他从党内的那个地位 从十几名一口去拉到他的副手 还当他的发言人 可是我跟你讲 欸金宇正 你知道他3月4号他做了一件事情 大家可能都没有注意 你知道他呛南韩 他呛南韩说我们好大 我们来订过基 他就跟你讲说南韩 不要在那边南方这个国家 一天到晚在那边搞些事情 他说有种的话 我们就来订过基 我们就来单挑嘛 那我就跟你讲金宇正 为什么这个时候他要呛南韩 南韩都已经那时候疫情刚爆发 新天地教会的疫情爆发 他为什么呛南韩 我就跟你讲他要在国内巩固地位 那另外金正恩他有个10岁的小孩 2017年他也对话透露说 他希望把他的小孩寻他的模式 把他送到外国去读书 所以你知道他的老婆叫吕雪祖 你有吕雪祖那么容易吗 他的儿子有意接班的话 你觉得他不会在后面 当一个后宫听政吗 对不对 那接下来金正哲 他同父同母的哥哥 对不对 给你先做奉队 我就已经很吃了